央行无预警升息半码 由于国内经济表现优于预期 中央银行昨天无预警宣布升息 一口气将三种指标利率都调升半码 重贴限率由1.25%升至1.375% 担保放款融通利率由1.625%变1.75% 短期融通利率则由3.5%升到3.625% 其中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是重贴限率 也就是所谓的基准利率 就是指一般银行向央行融通资金的利率 而银行加计成本提高利率 就成了与民众往来借贷的市场利率 央行就是透过重贴限率的升降 来控制市场利率的高低 当景气不好 央行就会降息放出资金以活络经济 景气若转好 央行就会开始升息回收资金 避免游资炒作房价物价 央行从2008年6月起连续7次降息 把重贴限率从3.625%降至1.25% 以刺激经济复苏 之后16个月利率不动 昨天才正式启动升息 调高至1.375% 银行估算 民众若有20年期的房屋贷款 每借贷100万 每年利息需多付1200元 另外央行昨天也宣布新的打击房价措施 将对台北县市在内的11个县市 实施房贷选择性信用管制 专家表示升息不仅影响房市 也将冲击股市 因为这个资金 仅银行的资金相对的也变得紧俏 对股市的影响当然是比较负面的 要往上继续上升的话 可能它的动能就不足了 东新闻台北报道